加拿大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报告 资料来源于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 加拿大沃泰华时间5月18号9点32分 北京时间5月18号21点32分 加拿大确诊病例78,364例 加拿大死亡病例5903例 加拿大沃泰华时间5月17号9点32分 至5月18号9点32分 加拿大新增确诊病例1031例 加拿大新增死亡病例100例 加拿大沃泰华时间5月17号9点32分 至5月18号9点32分 加拿大疫情减频 加拿大疫情总体呈下降趋势 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较昨天都有所下降 新增确诊病例下降了266例 新增死亡病例下降了18例 我周一到周五上午更新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您就可以接收到新视频发布的通知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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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